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旨在建议德国建立救援服务 并把这个任务交给有关机构和政府负责部门 但他们很快发现单靠建议没有用 于是1969年 基金会为救护车捐赠了第一批无线通话设备 救护车没有无线通讯 今天难以想象 自己动手带来改变的原则行得通 下一步是第一辆急救车问世 这个想法也来自基金会 在此之前 救护车只管运送 而基金会提供了一辆装备齐全 可供一个救护人员在车上进行急救的车 创立了现代救援服务 我想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我们向德国每个联邦州赠送了一辆急救车 不是悄悄地送 而是大张旗鼓 拉利赛一样连续开了六天车 走遍当时11个联邦州的首府 把急救车交给各州州长或有关部长 跟他们说 现在你们有急救车了 那就开始动手组织急救服务吧 在许多联邦州 这是他们开天辟地的第一辆急救车 制造压力 包括政治压力 斯泰格尔作为专家 向各种委员会在大小会议上介绍他的想法 无论是关于建设急救服务的15点计划 还是在高速公路和联邦公路旁 设立呼救电话桩的讨论 各州政府不愿为电话桩出钱 基金会再次行动起来 一是维护和重建高速公路边的紧急呼救桩 二是自己规划联邦公路和州级公路的呼救桩 1971年7月7日 第一个呼救桩立地 迄今为止 基金会共为35000公里长的路设置了固定呼救桩 就是在融资方面 基金会也妙计聪生 项目好 明星也爱帮忙 用卖唱片的收益 再加上斯泰格尔自家住房的抵押 基金会购置了第一架救援直升机 交给德国内政部 因为德国政府没钱兑现其购置直升机的承诺 这虽然克服了空中救援工作碰到的最艰难的危机之一 但德国还是缺乏覆盖全国的国家空中救援系统 因此基金会创建了德国空中救援组织 比亚恩斯泰格尔基金会传奇般地揭开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序幕 即空中救援时代 如今空中救援已成为德国应急救援事业的固定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说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德国这样 空中救援网覆盖整个国土面积 不管病人在哪 半小时之内就能够利用救援直升机得到治疗 所需时间惊人之短 除了开发急救车和救护装建设空中救援以外 比亚恩斯泰格尔基金会还开创了许多其他很好的做法 比如快速营救车 及今天消防队的前期救援车 车上配备了各种营救和切割工具 还有器官运输车 配有特殊的器官冷却系统 德国的24小时急救医生值班体系 也是比亚恩斯泰格尔基金会发起的 还有急救医生出诊车 在紧急情况下 急救医生可以马上出动 提前赶到病人那里进行抢救 而不用等救护车 还有移动式直升机升降屏照明 地面结冰一滑预警 第一架会上楼的轮椅等等 比亚恩斯泰格尔基金会的工作历来丰富多彩 创意层出不穷 或许更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引进急救电话110-112 理论上这些号码德国1973年就有了 但却没有在全国实现 为什么没有 是希格弗里德斯泰格尔最爱问的问题之一 有关方面的回答都是 付不起 太贵了 我追问 究竟有多贵 却没人答得上来 我就直接给斯图加特的行政大区油电管理局打电话问 10分钟后就得到了答案 对福腾堡北部行政大区而言 需要38.7万马克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钱 但政府应该是承担得起的 因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依然认为承担不起 斯泰格尔干脆把巴登福腾堡政府告到行政法院 要求政府落实急救电话 但是出于法律形式上的问题 斯泰格尔也知道 他的起诉肯定会被驳回 当时我作为年轻法官 认为这个话题太认真 太重要了 所以我决定听取口头辩论 也首次邀请媒体参加 审判结果虽然是多回起诉 但却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使得11079电话这件事 还是出现了转机 最终得到了诺释 告状本身虽然没有成功 但却达到了引起公众关心的目的 那天 我想应该是9月27号 我们做出决定后 我就想 现在得给这个家伙打个电话 告诉他最终赢了 虽然他给我们找了不少麻烦 等他成功了 早在1974年 比约恩斯泰戈尔基金会就开发资助了第一辆婴儿急救车 当时和现在一样 把小病人从妇产医院转移到儿童医院 车上医疗条件如果不好 风险很大 我是近30年以前出生的 是典型的早产儿 母亲怀我6个月就早产了 当时我能不能活下来 根本就说不准 情况非常危险 我出生那家医院 管不了我这种情况 我就是靠婴儿急救车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 算我运气好 因为车上装备很好 路上就能进行医疗 我被直接放进车上的早产儿保育箱 一路上都有氧气供应 可以说 如果没有比约恩斯泰戈尔基金会 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 利用科技进步 挽救生命 就是在急救电话方面 基金会也与时俱进 借助手机快速定位 那天 我们正在收拾建筑工地 我已经搬走两块玻璃了 搬到第三块的时候 我还在想 这样的玻璃但愿别破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一道红红的鲜血从眼前喷过 我还在想 这是怎么回事儿了 低头一看 自己的胳膊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胳膊上一个大洞 后来 我居然神志清醒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拨了112 对方马上问我人在哪儿 在哪儿出的事儿 可我什么都说不上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工地在哪条街上 对方说没有问题 消防队和比约恩斯泰格尔基金会合作 这个基金会有一套定位系统 可以通过我的手机确定我在哪儿 救护人员就是这样找到我的 我个人认为 假如没有这套定位系统 我肯定会因为出血过多死在工地上 因为消防队的人说 那个工地非常偏僻 就这么找 肯定找不着 5分钟时间就决定了我的生死 我只能说 感谢比约恩斯泰格尔基金会 帮得快 就是帮得最好 基金会发起的所有工作就以此为准 尤其防止新元性猝死活动更是如此 心脏突然衰竭后 3到5分钟之内必须急救才行 除颤器再次就起到救命作用 基金会无偿借给德国所有视线902台 价值230万欧元的除颤器 条件是每个月培训20个人学会操作 这样 救生员人数就会不断地增多 特别仪器还具备语音输出 可以一步步介绍如何正确使用 这样外行也可以很快 而且有把握地进行急救 为了在公共场所 也能尽快提供帮助 基金会在各地赞助者的支持下 安装了所谓的除颤装 以便需要时 人人都能很快帮上忙 在突然痊癌 突然痊癌 突然痊癌 急救进学校是基金会的最新项目之一 假如德国所有青年级学生都上一次急救课的话 就会培养出一代救生员 救 mir 5 Minuten deines Lebens um meins zu retten hilf meinem Herz mit deiner Hand wenn es plötzlich versagt 我希望大家 人人都能帮忙 即便没有出颤器也能 单靠按摩心脏 今天因为没人帮忙而死亡的心脏突然衰竭者 就有30%能活下来 德国老百姓害怕做错什么的心态 如此根深蒂固 以致他们宁愿跑开 也不敢伸手救人 其实没有什么事比帮助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又活下来的事更美好了 40年比约恩斯泰格尔基金会 是充满真正的应急救援里程碑的40年 是为完善救援服务做出不懈努力的40年 是该休息下的时候了 我想 休息不是我们的特长 我们将来也不会休息 而是会继续干下去的 感谢观看